就是先三重 有没有 先放到S 然后再中立 中立再放到它后面 中间因为我尾巴有加两个换行 它就一直穿上 穿上 穿上 但是会有个问题 它最后尾巴会多两个换行 因为每个档案的尾巴都会有两个换行 有没有 那会造成什么 造成将来可能你要分割的时候 因为我上次就讲 你可以用什么 用Spritch 然后切割那个两个换行的位置 但问题来了 你可能尾巴会多一个 那会变多一个资料 所以怎么办 要把它剪掉 因为切的时候嘛 它两个换行 它前面要 后面也会多 多切割出一个资料出来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要注意的一个 什么 这叫做 容易错的地方 所以写程式 如果你可以面面都注意到这些细节 我觉得你会写bug 主要功应该不太多 再来的话就是写程式也蛮愉快的 所以如果你每个地方都注意到 然后再来也不用说每一次都要重写 我觉得如果之前有写过的 你范本很好 你就把那个留下来 我觉得这样来写程式应该会轻松愉快很多啦 没有人叫你一定要很累在写程式啦 你至少是愉快的 然后也可以很快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让你有成就感 那你就当然会很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会变成说每一次哦 不管小事大事 就会想要来写个程式解决 虽然顺便练功一下 倒也是蛮好的 OK 不过前提是 因为愿意这样做啦 不过我发现愿意这样做的很少 可是我觉得改变一个心境 你就会 不一样的 就培养你的一个专业技能 对不对 真的啊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养成这个专业 那都会写程式 我想应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moment 应该算是还蛮有一点可以说的啊 OK 我会写程式 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而且我会写程式 我又会另外一个 如果我有double的专业的话 哇 感觉真的蛮厉害的 所以如果你又会写程式 又会生气类的专业的话 那不得了 那当然除了生气还可以加AI 我发现现在只要加个AI 好像就飞起来了 对不对 可是问题AI背后就程式啊 OK 所以你就把那个 这个稍微学一下 那学的方法我大概提 那第二种写法 所以第一种写法是用一个s 去把它做一个串接的动作 另外一个写法是 我用档案的方式去串接 那所以呢 这个第二种写法是我一边读取 那我一边写到那个档案里面去哦 那写到那个档案之前我们是用 原来是用w还记的吧 我们用w有没有 这个存档有没有 存档的话就一个w模式 然后是right 然后close 可是哦 可是如果你用w的话 我上次有提过啦 它会覆盖 盖掉前面写的东西三重在盖 中立就三重不见了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把它写到后面去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模式哦 叫A模式 A的话应该append的啦 append的这个 这个语法哦 好像常见吧 有像串列里面也有append append的就是把资料写到它的后面去 有没有 像那个 openpyx 那个里面写一列资料到工作表 有没有也是append的嘛 对啊 这个的话只是说写叫A模式啦 ok 应该可以 可以比较好理解啦 所以我是去 应该是append的没错啦 我是没有特别查 但是我的理解 我猜应该是append的 ok w就是right嘛 r就是read 那其实我觉得 档案物件它尽可能精简与反 这个我想 各位可以两个方法一起去试试看 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差 只是说理解 逻辑 差异啦 至于哪一个 你觉得比较习惯 你用哪个方法 好 那这个是上一次上课的一些相关重点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 后面我们可能还要再把一些一些细节再稍微再延伸 比如说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程式 假如一直run的话 你会发现会有一个 你用方法二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方法二这一段 如果用方法二这一段 假设我用方法二这一段 假设我用方法二这一段 Ctrl C 我直接拿这个来跑一下 我另外再开一个模组 那当然这个也是一样 第一个当然我在低点底下有这些档 然后把它合并成O 不过因为它是A模式 所以呢 他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原来的档案 O.tst 我现在好像低点底下 没这个 我先run一下 合并成功 OK 然后你看低点底下 就会有一个 这个O.tst 现在没出现 这个合并完之后 那目前的话是86k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假设我再run一次的话 因为这边是A模式 A模式我讲过 它并不会删掉旧的 它会一直加到后面去 一直加到后面去 所以会产生一个bug 这个bug就是这个档案 它会不断的变大 有没有 本来是80几k 现在变170 如果你在再放一次的话 它可能又double了 256了 OK 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删掉旧的 它会保留新的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 多写一个 叫什么 防呆机制 防呆的话就是 应该是说这样 所以 A模式需要 可是如果你用S 那个就 S应该就不用吧 S应该不用 S它就是新一个档案 重新写出去而已 所以它不是A模式 所以这个是 A模式才会有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你可能就会衍生一个需求 如果你不要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那你要先check一下 你的第一点底下 有没有这个档 如果这个档存在的话 那就先把它删掉 有没有 以前可能你要手动一下 按右键删除 但问题 如果你这样子等于是 程式好像只有写一半 所以如果你要彻底全部写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再多写一个东西 在这个我们云端 安排版上面的36页 这边就有一个 用OS.pass OS 上面其实我有一个清单 里面很多方法 蛮好用的 只要跟 你可能会上面 跟档案的存取有关的 其实都可以用OS这个模组 然後他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is is 就是检查一下 这个档案有没有存在 那如果有 回处的时候 needles 那当然就是把他删掉 删掉的话 OS里面又有一架方法 叫做remove 所以其实这边我们可以用OS两个蛮重要的方法 一个叫检查是否存在的话叫exis 前面一次都会多一个paste 在这个paste底下去检查 有没有这个档案存在 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应该蛮多地方都会用到 所以我们把这一段 当然很简单 检查你可以当判本 我直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 当它要等于是input的下方 等于第二行的地方把它贴上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多一个检查的机制了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应该会更加完备吧 应该可以看得懂 所以后面的话就remove它 然后再跑跑看好了 这样应该OK吧 所以刚刚应该会一直长大 256 但是我现在加了一个机制 就是检查一下 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档 目前应该是有啦 所以它会先怎么样 先把它remove掉 删掉 所以应该就归零了 归零再放进去 应该就一直都80几k才对 好啦 那当然最后 确定说OK的话呢 就是你rown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要执行一下 看一下没有buck 没有错误啦 所以86 那当然再rown第二次 再看一下 有没有长大 没有还是86 那这个就OK了 其实两行啦 你说这需要特别贝嘛 其实也不用啦 你就像我的习惯就放云端上面 好啊 你需要的时候就看一下嘛 至少你知道放哪里就好了 嘉宇